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身為一個偶像劇演員 一定要穿著無袖 但是要有圍巾 這沒有道理啊 哪個季節呢 然後呢 要東西以後就要走一轉又轉 然後呢 轉轉轉轉轉轉 啊啊啊啊啊 就可以到了總裁的懷裡了 所以我們今天馬上來示範一下 拿著這條圍巾 好 我也要玩小佛樂的鑽鑽情節 到底這樣子用力的猜下去 這麼輕鬆啊 把握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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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該是哭手爭婚啟事 我們是把他的片段拿出來 播放了之後說 才不是這樣咧 人生才不是這樣咧 然後發現爭婚啟事的製作團隊 很有海量 他們說啊好啊 你就這樣玩吧 彈不清交 獲得偶像劇爭婚啟事正式授權 製作脫口休息劇爭婚啟效 他們是台灣唯一純女子搞笑團體 Comedy Girls 突破以往女性諧星的印象 他們要以輕鬆喜劇搭配生活情節 與觀眾互動 台灣的觀眾朋友對於強勢的脫口秀 女性演員 基本上也是 你幹嘛那麼兇啊 但我把它想做是一個轉機 就是女生的演員其實有好處 那就是我們走下去跟觀眾互動 我們跟他講話的時候 觀眾不會覺得 你來幹嘛 觀眾會覺得 你們腦袋在想什麼 他會願意跟我們互動 這裡是征婚必勝保證班 我們經過非常好的訓練 讓我們可以嫁得出去 首先呢 來跟大家分享幾招好了 第一招是填寫表格的時候 我們的職位呢 經過非常好的包裝 好比說我們的身高 報告 一百五十八公分 錯 寫一百六 對不起 報告 我身上一百六 六位女生不計形象 誇張演出 幽默嘲諷征婚現象 更將都會女子忙碌的生活 搬上舞台 我生活一團糟 我把我的青春啊 時間啊 還有我的一切啊 都不先給公司了 我每天只能在這邊獨守空閨 晚上的時候 我只能在床上跟一個人放置相處 我都沒有時間彈起來 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像剛剛的辦公室 我們在演了一段 大家都知道在辦公室會很辛苦 其實我們就是很辛苦的在裡面 每日每夜上廁所 還沒有時間去上廁所的一種狀況 然後吃東西已經吃到 忘了這是第幾餐的這種狀況 我們把它呈現出來 聯繹戰場的生存之道 或許徵婚的必備條件 Comedy Girls誇張演出 導出逝婚男女的心聲 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我是黃慧玲 很多人喜歡看偶像劇 因為它某方面填補了現實生活中的不滿足 我們今天要聊的就是最近很紅的徵婚起事 搞笑的團體Comedy Girls 將它搬上舞台 我們剛剛看到了精彩片段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兩位女孩們 首先是團長黃小胖 嗨 你好 慧玲 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團員是孫酸 孫酸你好 哈囉 慧玲 好 大家好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片段 是你們即將要演出的爭婚 爭婚起笑 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演出好不好 好像感覺上跟偶像劇有一點關係 你是在惡搞他們還是在致敬 我們是致敬啊 當然 是致敬 從高的敬意 但是我們是覺得說 因為偶像劇大部分都是很浪漫 很包裝 很漂亮的女主角男主角 那我們想說如果是真實的生活中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想說好 那我們就把它扳演 比如說像剛剛有看到 那個很漂亮的轉轉轉 到了總裁的懷裡 那我們好想到就是隨處可以看到一個總裁 然後我們可以讓他懷裡隨時戴著圍巾準備 結果沒想到會變成打陀螺 像這樣的狀況就是 我們發現偶像劇的情節如果真實發生 其實是充滿很多起笑的待機 所以我們就想說那我們做爭婚起笑 然後來跟他做一個平行時空笑料的感覺 就是偶像劇裡面的時空其實是 我們會覺得這是一個真實的 因為我得要認知他是真實的 我才會跌進去那個情境裡面 就迷傷他 可是你們就在創造一個平行時空 對…讓你跌進來然後笑我們 所以兩位其實都在征婚起事裡面 聽說都有演出對不對 是 我在裡面扮演的是婚紗店員 然後原則上基本上是幫瑤瑤 郭叔瑤 然後穿婚紗這樣子 那在我的台詞講完了之後導演也沒有喊卡 那我就想說既然當然沒喊卡 我們演員就是很想演嘛 就不能停啊 當然不能停啊 好想演 就想說因為他是懷孕了 他不知道要穿哪一件婚紗 我就開始說那我幫你介紹每個婚紗好了 我就開始隨機看現場有什麼婚紗 一件一件拿出來就介紹 比如說你看這一件它的腰身好不適合你 那這一件比較適合你媽媽 然後這一件我覺得我穿上去也很美 你要不要參考一下 然後導演也不喊卡 就讓我一直演一直演演到完 兩位都演過《征婚騎士》 但是也跟隨唐有很深的淵源是嗎 也沒有關係 我沒有 是妳嗎 應該說因為我之前是做造型師 對 我之前做造型師的過程中 其實也有拍偶像劇 那也是因為我拍了偶像劇 所以我知道其實偶像劇有很多不合理之處 好比說男的要帥就要穿很多層 因為襯衫西裝對不對 或是襯衫外面還要加一個衣衣 或是蜂衣 然後再加個圍巾好帥喔 那女主角呢 無袖的洋裝 她們不在同一個季節裡面 對 那這一場 剛剛看到那一場無袖的洋裝 再是就披了圍巾 她的手臂不怕人 她的脖子很怕人 對 那我們發現 就是我在做造型師 然後跟誰堂認識 對 那我們其實私底下也都會就是說 這個造型不合理但好看 對 好看 好看 好看最重要 當然重要 非常重要 誰堂跟我都一定很認同這件事情 對 但我們自己也會覺得 這些事情是我們女生發現的小趣味 好可愛喔 然後我們就自己就默默地足跡 好比說偶像劇的女生 都可以穿白裙 白褲 但現實生活中我們都知道 白裙 白褲有多麼麻煩 沒錯 對 這就是很多不合理 但我們現在可以把它搬上台 然後把它變成笑料這樣 所以偶像劇還有哪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呢 我相信那些不合理 可能都是你們笑料的來源 好比說裡面呢 重文 宋承翰 他演的一個角色就是 可能跟這裡 劇情上面還不能透露到 因為現在才演到第十集 是 是 是 對 對 對 但是他有一個很帥氣的 拿起酒杯喝掉 然後跟學長說可以走了吧 那我們就來演這一段 就是拿起酒杯很帥氣的 喝掉可以走了吧 然後另外一位演員 啵啵就說 那等我把這一瓶醋喝完再走 可以走了吧 我們就是演說 如果現實生活中 那等我把這個麻辣鍋吃完再走 就是 其實現實生活中 都沒有這麼帥氣的這件事情 對 但是我們就在舞台劇上面搞笑它 類似像這個樣子 好 為什麼當初一個搞笑團體 會跟偶像劇結合呢 偶像劇的製作團隊 聯合互動 他們想要找的是 一個可以搞笑的團體的 做一些網路的影片 然後吸引大家 用不同的視角去看這個偶像劇 那一開始他們的利益 就讓我覺得 哇好特別 所以他們就開始找各個團體 但是他們又想 又能夠寫作的 又能夠演的 還要能夠講女生的笑料 全台唯一女子搞笑團體 就我們了 所以很自然就找上我們 找上我們 就幫他一起創作網路短片 大概有25支的量 然後創作完之後 當然就很熱情邀請他們 來看我們現場演出 對 那看了之後就 這個太好了 這個我們也來做現場演出 那我們就說那好啊 如果要合作 我們要搞笑你 你可以接受嗎 對 畢竟偶像劇是形象包裝等等 其實是很嚴謹的 對 他們做了一幅很漂亮的海報 隨堂就是一個很漂亮的背影 然後拿著一支筆 好像若有所思文心的感覺 那我們就想說 好 那我們要搞笑你喔 你可以接受我們 就是一樣這樣子的背影 然後拿著棉花棒 對 在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拿著衛生筷 然後記得比東西吹 所以我們都是一樣的姿勢 但是我們做起來 就不是水塔那麼漂亮 我們就變水塔了 對 所以 你們會拿什麼嗎 棉花棒 拿了筆刷 然後還有拿那個 卷頭髮那個電棒卷 電棒卷 就是筷子 一樣的姿勢 一模一樣 對 我們還想要 我們也嘗試在網路劇之中 因為水塔的中分泡麵頭 很美 好漂亮 我們也想做致敬 就每一個人就這樣子 你想他的頭髮中分 是有瀏海 我也以為 實在是沒有什麼頭髮可以中分 對 但我們就努力的在網路劇 每一個人都做這件事情 然後大家就覺得 還是算好了 對 那我們也在試著說 水塔的一件裙子 因為其實我們跟曾文奇 是真的結合得很緊密 他們水塔穿的裙子 原汁原味 拿來我們就很瘋狂的想說 那我們要穿穿看 結果我們穿的時候就卡住了 不可能塞得下 不可能塞得下之外 我覺得那根本就是我手臂在穿的 我有一次在一個大型的 一個聯誼的狀況下 然後說我是一個脫口秀演員 然後大家就起哄 哇 那你講你講一段 就好啊 好啊 我就講 那我就上舞台 然後講完之後 就看到現場所有男性的 聯誼者就眼神死 然後女性就哇 你好好笑喔 你好好笑喔 所以就沒有什麼人 再繼續跟我要電話 在真實的現實生活裡面 你們真的有去徵婚過嗎 我自己是有 應該就是徵婚其實就像聯誼嘛 對對對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嘛 聯誼 是是是 徵婚比較老派一點的說法這樣 不敢說老派 現場有人嗎 徵婚比較實際面一點的說法 聯誼就是假裝先去試看看 對對對 我們只是在約會的階段 有有有有 我有一次在一個大型的 一個聯誼的狀況下 然後說我是一個脫口修演員 然後大家就起哄 哇 那你講你講一段 就好啊 好啊 我就講 然後我就上舞台 然後講完之後 就看到現場所有男性的 聯誼者就眼神死 然後女性就哇 你好好笑喔 你好好笑喔 所以就沒有什麼人 再繼續跟我要電話了 跟我要電話了就是說 你能不能來主持 或者是你要不要來就是 胃腰 對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狀況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剛剛談到的網路劇好不好 我覺得網路劇真的也好精彩喔 國民購物頻道 國民買到 我們賺到 我們賺到 我們這麼時尚的購物頻道 今天竟然要賣起水龍頭 哇 這麼厲害 我們馬上有請我們的廠商代表 來進一步的說明 大家好 我今天要介紹的東西就是 DIY 失戀水龍頭 這個產品有什麼特色呢 就很好用 我們來分享一下 當初創造這個產品的構想好了 這個產品的構想 是為了讓一個女人 她不是一個人在家 她都沒有任何人要理她 她也碰不到任何的朋友 連她手心的水煉弓 都跟水煉弓的男朋友 一起去度假的時候 妳可以堅強起來 一個人 裝上這一次的構想 她是堅強的 成為自己的水煉弓 為什麼什麼都沒有 哇 我們馬上來看產品姐姐 VCR DIY 失戀水龍頭 隨擦即用 隨便擦 隨便用 隨便擦 讓我的眼淚流乾了 她就像《燈酒》 我很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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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堅強 牙都洗乾淨了 它有噴進去對不對 對 當初創作這個短劇的 發想是怎麼回事 其實這個短劇 一開始是整個購物台單元 它是其中的一支 然後那個時候我跟韓納娜 我們兩個主要在討論編劇 然後她就想到說這個水龍頭 是那個主角隨堂在第四集的時候 她因為失戀了裝不上那個水龍頭 所以我們就決定來賣這個水龍頭 因為很多人都會想要模仿 偶像劇裡面男主角穿著 或者他們喜歡用的東西 所以呢我們就決定拿這個來搞笑 但是人家賣的是她的衣服吧 是她的造型 你們賣水龍頭 我們老是賣一些奇怪的東西 其實喜劇就是我們自己玩得很開心 就很開心 那我們發現其實這樣不夠 怎麼可以我們一定要做到底嘛 所以就是這樣噴不夠 所以我們又把它抓出來 然後在臉上畫那些 就是黑黑的眼淚 結果她哭了 對對對 然後再繼續噴一次 女生要演搞笑這個角色 走這樣子的路 你們覺得有沒有特別困難的地方呢 其實常常會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問說女生搞笑會不會很困難 可是其實我們反而想要讓大家覺得 女生是可以很輕鬆的搞笑的 她不應該被認知很困難 當然表演可能會有一定的難度 可是回到生活裡面 其實大家要開玩笑應該要很易 這種感覺 我自己是希望如果我們可以 創造不一樣的價值觀的話 那就是少女時代可以出道 但是像我們這一種六個長的奇心怪狀 或許你覺得是奇心怪狀 然後或許觀眾覺得是奇心怪狀 或許覺得他們就是 不是一般認知的美女標準 但是他們用歡樂 創造不一樣的價值觀 讓其他的女生覺得 我也不一定要漂亮才能夠出頭天 或許我有另外的一樣的才華 也可以出頭天 好比說把自己的臉畫了很多的黑菜 跟口紅畫亂七八糟 或想一些奇怪的劇本 然後自己去做搞笑 把自己醜畫 但樂在其中 其實樂在其中才是最漂亮的 真的 我覺得看你們的演出 感覺你們非常樂在其中 現場的觀眾反應也很強烈 那個笑聲是大聲的 對 我們的觀眾很可愛 有一次我們是跑下觀眾席 然後是在跳我們的團歌 唱跳歌手 模仿這樣子 然後有我們的歌 就是有我們的歌詞要衝上去要跳 然後就在要唱的時候 要衝上去的時候 有觀眾尾隨 就跑在後面 尾隨 跟著你們一起玩這樣 對 我們就跑著這樣跑 他就這樣子跟著我們 然後就拿著一個薯條 往我的嘴巴這樣子 然後就唱不下去了 他們真的很開心 他們覺得 他這樣子有跟我們互動到 做了非常多 這種很奇心怪狀的事 就是惡整我們 滿有趣 其實滿好玩的 拿著水堂的腳本在唸 然後水堂說 爸 你好認真喔 對 我很認真在想造型 其實在被他抬起 有一天他感冒不能來 我來 一直在幻想這種事情 可不可以聊一下兩位是如何開始走上脫口秀這條路好不好 那個時候是我剛結束第一份工作 然後失業在家 但是其實我結束第一份工作的原因是因為 我去報名了一個主持人訓練班 然後每天要很準時的下班去上課 然後就接近要被fired了 於是我就結束了第一份工作 然後我失業在家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看到那個網路上有那個comedy club在征選 對 我想說這個我好像有機會 因為我也不覺得自己會表演 那個時候覺得自己表演的能力很不成熟 但是應該滿有想法的吧 就決定去試試看 但也是等到了要試鏡 征選的前一天才決定去報名 然後就踏上這條不歸路 從小你都是一個很開心的人嗎 一開始有小時候是很內向 然後我記得我有一次小學二年級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其實班上都不太有人跟我特別好 就是那種功課好 然後靜靜的在那邊 功課好一定會被排擠的啊 也沒有被排擠啊 就是下課的時候都自己一個人 好慘 你排擠多人 對 我排擠所有人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突發起想想說 我們要二年級生三年級要分班 那在分班之前呢 我就找了一些小朋友 我就寫了一個劇本 用那個國文的作業部寫 一格一格那種 寫了一個劇本 然後請他們來跟我一起演 然後我就演一個獵人 被所有的動物小朋友欺負 然後很可憐 但是這個就很好笑 然後我就覺得 這件事情好開心喔 那裡面找到一個存在感 對 其實我覺得會踏上這條路 當然回首自己漫漫人生裡面 都可以找出一點蛛絲馬跡 小胖應該也是吧 喔 我的蛛絲馬跡 我覺得你的內心小劇場還滿豐富的 我發生在大概我三四歲的時候 就有那個蛛絲馬跡了 我大概在小時候 把媽媽帶我去公園玩 大人中生健康堂那樣子 然後我就穿得漂亮 開心 然後就在那邊唱歌跳舞 就吸引所有的人看 看我屬於一種人來瘋這樣 對 我真的是人來瘋 就是跳舞 跳舞 然後就回想起那一段日子 覺得很像是街頭藝人 已經在做街頭藝人在做的事情 然後一直很想表演 非常想表演 但是你出社會之後的工作 做比較長的是造型師 那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我從考高中就想考藝校 幫忙忙不責 大學想考藝校 幫忙忙不責 然後就他們覺得我都是一時心情 然後等到我出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我還是想 我還是想要表演 非常想表演 但是學長姐就找我去拍片 做造型助理開始一路學 那那個時候我也在想 我沒有人脈 我跟劇場不熟 然後那個時候黃小胖 小時候又胖胖的 又胖胖的覺得自己應該 好像沒有什麼機會 就自己想要那就算了 我們就去做造型 那一路都做得還不錯 然後就是 所以才會有跟學長的 這樣的緣分 那只是有一次 就是在幫別人補妝的時候 那個演員感覺不太認真 但好漂亮喔 就想說如果我有他這樣的機會 我就會很想要 好好的珍惜這樣的機會 所以我就覺得 那既然我一直想了這件事情 從三歲想到了28歲 那我應該可以去圓一下自己的夢 所以就想說好 那我就來做演員 那做演員開始開audition 也是看到脫口秀的這個培訓 對 做脫口秀的培訓 所以那個時候只是覺得 那我應該不是那種 清純動人活潑可愛 跟什麼 有活潑啦 其他就 其他就沒有是不是 就覺得 就是為什麼珍選 都要那種漂亮的 我好像都插不上 那我年紀又還沒有到 可以演媽媽 如果可以演媽媽 我也想演媽媽 那又不是小朋友 那怎麼辦 好像旁邊的那些女主角的 可愛的朋友們 好像是我的 可以參與史劇的路線 對 所以就想說那我去 鑽研一下脫口秀 這樣子 你那時候在當造型師的時候 內心就很想當演員嗎 非常小 我其實最厲害的是 我跟導演溝通 這個造型的一個概念的時候 我最常跟導演溝通 這個角色其實心情是什麼 然後我透過角色的心情去 加上我有時尚的背景 然後就是去結合 角色的心情 然後他應該要穿什麼 和他角色的衣服 然後還有這個場的意境是什麼 導演想穿搭的概念是什麼 然後我們怎麼用服裝的顏色對比 或者是款式來去達到這個 鏡頭想要呈現的印象 你在做造型的時候 恨不得 翠唐的角色今天讓我演一演這樣 對啊 就拿著翠唐的腳本在念 然後翠唐說 哇 你好認真喔 對對對 我很認真在想造型 其實在被他帶子 有一天他趕快不能來我來 一直在幻想這種事情 也沒有啦 作為一個脫口秀演員 你們有沒有遠大的夢想 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未來希望怎麼樣 像國外一樣脫口秀是360度這樣 就是 360度這樣 它是旋轉舞台 對 然後演員就在台上 然後攝影機一直照著它 然後就是 就是全場觀眾是360度為著它 我覺得那好挑戰 好好玩喔 對 所以這次演出的形式是這樣嗎 我就自己走到觀眾席中間 自己轉 這就是360度了 可以的 沒有問題 好像會有那麼一段喔 不知道喔 我覺得應該是能夠達到說 今天在台灣 或者是在整個華人圈裡面 大家對於這件事情不陌生 他們會覺得這件事情 是可以很輕鬆取得 然後大家都可以很了解 我們就去看脫口秀啊 它就是講脫口秀的嘛 然後就不會很多的解釋 大家就聽到就可以會心一笑 就是讓脫口秀這樣子的表演型 是在台灣 可以有更多人欣賞它 對 以後 一到六都去 一到日 對 以後就是 想放鬆就來看一下脫口秀 這樣子的感覺 對 然後男女約會的時候就是 我們今天去看個脫口秀吧 是這樣嗎 太好了 如果可以這樣的話 對 好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來跟我們分享 爭婚 爭婚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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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其實這個東西這個牌子 做起來也不是為了什麼特別的 只是我們就是很喜歡這樣 而且是拿麥克風槍 大家覺得很酷 其實像這樣的麥克風 就是一個脫口秀的標誌 對我們來說其實比較像是這個樣子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們一起來 一起歡笑這樣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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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